不是所有的红茶都适合做鲜奶茶 选好茶底非常关键 今天把四种常用的红茶 风味及特点全部分享给你 CDC 阿萨姆红茶 这里的CDC 指的是加工方法 茶叶通常成茶碎状 这样子在浸泡的过程中 茶感和滋味可以释放得更快也更完整 通常做出来的奶茶茶色较重 浓度也高 也是台式茶的必备 口感上有荣誉的麦芽香和焦糖香 正三小种红茶 属于福建高山红茶 有着浓郁的蜜香和桂圆香 没什么苦涩感 做成奶茶口感上香甜湿滑 整个奶香和茶香结合的会更加平衡 滇红红茶 属于云南大叶种红茶 茶感一般较为浓厚 有着浓郁的烤薯香和果香 做成奶茶茶香会比奶香更加浓郁 通常会和小种红茶进行拼配 这样茶香和茶感比较平衡 金牡丹红茶 是选用乌龙茶杂交品种用红茶的工艺制作 茶感较薄 但是香气非常的持久 属于比较清爽的花果香红茶 搭配鲜奶的橙汁感和茶香会更加明显 也是今年众多品牌都要主推的红茶茶底 红茶的种类和香型非常多 具体要根据你当地消费者的味型来进行选红茶 总结一下 喜欢茶感种的用阿萨姆红茶 喜欢带蜜香甜味的用小种红茶 喜欢番薯香和果香的你用颠红 喜欢大连锁品牌都在用的 那你就用金牡丹那你们现在都是用什么红茶 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